给我模仿模仿 你刚出道的时候 在舞台上怎么唱 那个时候唱歌就好玩了 比如说主持人一抱 下面某某某歌手上台了 我就拿着什么 拿着话筒 就这样兜兜说说的 我记得很清楚 第一首歌在酒吧里面唱的 就是唱郭峰老师的 感情情愿 从头到尾的埋头唱歌 这样走过去 这样走过去 就这样的一个感觉 为什么低着头呢 因为看见观众 说我害怕 我头就低下去了 不好意思 紧张 虽然就因为这样子 没有什么经验 老板就说 我们这里呢 请一个歌手 他唱得好不好 其实是排在第二 最关键的是什么呢 你能够给现场的观众 带来感染力 带来开心 这是我酒吧想要的 所以没办法 就有活力吧 对对对 跟我们录节目 也有相同的地方 如果企业家全程低着个头 表情严肃 也不接话 也不提问 全程也不参与 那这个气氛肯定好不了 光投票 啪就 对光灭灯 全场的一动画呢 就是他那个神奇的左手 啪拍一下 我一个人也不行了 对不对 对 你能不能接下来帮我活跃活跃 我们非你莫属今天现场这个气氛 你就不唱 就光是用语言 帮助我们现场的气氛 嗨起来 先我尝试一下 你尝试一下好吧 起饭了 起饭了 喂 来吧 现场所有的朋友欢迎你 在这种 用到非你莫属的舞台 今天快乐 祝使你我的祝侧 让我推荐你的声音 尝诺你 哥哥你怎么不不长呢 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呀 来这里咱们开心的发泄的 因为咱们每天的工作 比较疲惫对不对 而且我们现在感觉是什么呢 现在的社会都有什么 身体不好的状况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现在的工作压力很大 所以我们需要放松 吼 发泄 就是队里的一些 生活的压力的情况之下 大声吼出来 才能够更加的通道对不对 吼 声音小了一点 吼 太配合了 谢谢你 你啊 自在这范儿 谢谢你帮我们发现了 潮汐先生录完节目一般都去哪 看这喊着几嗓子 知道他都去哪了 那个刚才喊那个样 特别像那个是米糕门 原来那个片头 啊 你个狮子 你别着急人那狮子 啊 对啊 我可以看到了 有没有 有没有 这就好